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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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讲有少少辛苦 但是我觉得满足感还真的是很大 就比如说我们有武术 我本身不会武术 然后到了这个年龄 才开始学武术 开始学中华舞蹈 开始学gymnastic 这是最恐怖的地方 我要真的翻啊翻啊翻这样子 我觉得我的身体 就是我会怕我的身体承受不到 最难的地方 它完全没有道具 比如说你上山彩要 你就是要背着嘛 其实它完全没有道具 然后所以就是要很抽象的去背 我觉得这个难度在这一边 而且还有武术 都很难很难 其实有甚至想要放弃的感觉 其实有时候演完了之后 就回家有偷偷的哭上手 因为真的我不擅长 对因为我踏入这一行 我就是唱歌嘛 我没有想到我会有跳舞 打武术的这一天 感情动力当初在创作的时候 我很强调一样东西 就是演员从后到尾一直 从开始演员到结束 是没有进去或者是没有休息 或者都是一起合成 你在戏里面看不到那个 所谓的灯暗灯亮这一回事 然后呢我想说 是不是连音乐也可以是不间断的 或者是完全是很live的 很现场感的 那么我们一开始是找专业的老师 叫曾天晴老师 那曾天晴老师 因为他有程度有演出 中国程度有演出 所以他没有办法接这档 那他就介绍了一些朋友 那后来我们就联络到秀杰了 我们也曾经跟就是 帮这个话剧 做一些现场的配乐 但是当时我们做的是儿童剧 所以没有这一次这么 这么heavy 这个剧很多内心戏的部分 所以它有很多 因为而且它是古代 跟现代的穿插 所以一下子我们要 要去到古代 然后那个音乐的类型曲种 要有那个差别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那个难度 就会比较难 在这个剧里面呢 你会一直听到一个旋律 这个其实是一首佛曲 的一个旋律来的 那么我就把这个 也是我们乐团的作曲 赵俊一同学 他编出来的一个版本 那么后来我们就把这个佛曲的 这个中间的旋律的部分 把它抽出来 然后就变成了这部剧的 好像主题曲那样 里面还有一些小小的 一些配乐吧 那个是我自己创作的音乐 也好 我们下期待的一期 find out 我们下期待去吧 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做的事情 它是体育场的一个开始 然后希望大会是体育场里面可以 让体育场有更加有能力去继续走下去的一件事情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华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它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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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